OK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速刷這個公會任務喔 那這個公會任務的話 上下都可以刷 不過下面會推薦大家優先刷喔 因為它這個 卡片比較有用一點 上面就是一些素材 下面這個可以用 這兩隊來速刷 都蠻推薦的 那你可以去 任意的更換這一隻角色 那天貓主要是可以讓整隊 武士固定連擊盾 那你可以替換成 也可以讓整隊 武士固定連擊盾的功能卡 比如就像合警 然後還有這個哈帕斯 不過哈帕斯要注意它是關掉的時候才可以 所以在一進場開哈帕斯 要把它關掉才能夠讓整隊 無視固定combo 那再來還有一個要注意的重點是 如果說你是帶這種CD7 的隊員的話 那你要再帶一個蛋糕龍刻 那進場才剛好跳起來 那再來剩下這兩個 這個是輪迴的卡片 跟這個虛影的水屋 不是水屋喔 這是虛影的水屋喔 那這個搭配就剛好 可以直接無腦轟到尾巴 那副隊長隨便選就好了 不一定要選莉莉絲 隨便選一個就行了 副隊長不重要 那我們現在來速刷給大家看 哥家也行啦 反正有那種無視固定combo 就可以換這一隻角色位置 然後我這個搭配是從左邊開到右邊 然後我這個搭配是從左邊開到右邊 照順序開就對了 一鍵懶人 好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置了 放置手遊 害YT 第一次 錄這麼輕鬆的攻略 連手指點都不用 失業晚上好 有沒有 這個真的是 大家要刷公會任務 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你在追劇啦 或者是在看一些色色的東西 都可以用這一隊 放著讓他刷就好了 有沒有 舒爽到底啊 遇到這個固定combo 直接給他捶過去 王關 捶 他就已經 是啦 第二隻 是最近剛開的那個輪迴水屋啊 啊不是輪迴的那個 卡片啊水妖那一張啊 所以沒有第二隻 沒有第三隻的話可以去刷 你問第二隻 第二隻那是虛影水屋啊 虛影世界的水屋啊 可以去刷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用第二個配置啊 這個就會稍微需要動一點手 不過我想這個是 呃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虛影水屋可以換的一個配置啊 他這個配置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安琪鐵傑 他是要 帶這個必殺龍科 他就可以直接撿CD 那同時呢 這兩隻 你可以帶任兩隻 怪彈的模組卡片 但是要記得他帶的龍科是這個加級 幫他們加基礎攻擊力 一定要是模組的喔 他是很幫模組加攻擊力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副隊長 那如果說你是這個配置 副隊長一定要選莉莉絲 才能夠刷 那這個 在解盾上面 就比較簡單了 前面就是靠Terry 就不用 像另外一隊 要開那個什麼 虛影水屋 然後輪迴也不用開 好 就前面就靠Terry扁就好了 然後後面比較難的 就 凱莉莉絲跟這個暗奇鐵劫 所以其實 你沒有那個 虛影水屋阿 然後你也沒有那個 輪迴卡 你就可以這樣替換 那剛好這些卡 最近都能刷到對吧 所以就推薦這隊給大家 除了這個 隊長之外 第三隻那個會難通關嗎 你說暗奇鐵劫阿 我不知道欸 對有些人來講 可能比較難吧 好這邊就 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暗奇鐵劫的話 你有莉莉絲 你就塞莉莉絲上來就好啦 莉莉絲王關也可以槌阿 好有沒有 王關開這個 好 這隊也可以速刷阿 天貓一定要嗎 要阿 你沒有天貓的話 你就換無私固定combo的卡片 要不然再不然啦 你就 我們剛才第一隊那個配置 副隊長選莉莉絲 然後第一關一進場 先開莉莉絲二技能 他就可以無私固定combo了 阿不然我們再錄一個 如果說你沒有天貓 沒有什麼的那個配置好了 好嗎 我們再錄一個 沒有問題 假設我們這隊長 你沒有天貓 我們把天貓用掉 那你副隊長就是選莉莉絲 好 那我們示範一次阿 之後我有機會入手 克洛伊或莉莉絲嗎 有阿 歐麥克斯你選就可以選阿 之後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先 一進關先開莉莉絲二技能 他基本上就有那個 無私固定combo的能力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進入第二關之後 我們再開 先記得一定要先開水屋 然後再開這個 然後再開Terry 那這樣此時呢 就會有這個 無私固定combo 的隊伍特性了 所以你就也不用帶那個天貓什麼的 不過這個步驟上面就會 多一個步驟阿 一進場 就會 你要先知道你要開的是莉莉絲二技能 我們來看一下應該是可以 喔 第七關 劍真章 莉莉絲可以選嗎 為什麼不能選 阿可以 沒問題 所以這樣組就可以了 莉莉絲你副隊長 就算你沒好友 你也可以用買的阿 對吧 這我已經濃縮到最 最不用那個 卡片的 最不用 帶一些無為無為卡片的配置了 好吧 這個全部都交給你們啦 反正就這樣速刷 輕鬆無腦放置好玩 那個什麼 神魔之塔M 太好了 什麼是 廣東 超級無常的 太愛